當然他是先丟出一個東西 有人幾十萬幾十萬的 錢給我拿走 現在講我陌生人 那我相信現在很多人比比抓 現在那時候 因為他七月十五被放出來 高嘉儀很驚恐 那現在驚恐恐怕不是高嘉儀 恐怕是其他人 因為他講 他講這樣你們把我當陌生人 然後在我身陷大牢之中 你們忍言忍言 每個人都跟我說不熟 那你們當初拿我錢的時候 這句話其實我... 你記得喔 估中量拿錢到扁家 現金三億四千萬 就是每次就是一卡棒一卡棒 而且指定要用某一種 廠牌的旅行箱 那裡面也不要放一千塊 要放兩千塊 因為兩千塊可以雙倍 那這樣就送到三億四千萬 那時候把阿扁提信出來 跟他對值 阿扁就 估中量我跟你熟嗎 估中量很害怕 你知道嗎 你不熟 可是你拿我很多錢 很多錢是多少 三億四千萬 最後司法判決 這個錢是估中量自厭給阿扁 所以是屬於阿扁的 各位我講這個喔 是真的喔 我不是信口開合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原來錢這麼有用啊 那今天林秉書講這個 這個因為現在被他講這些人 肯定很多數的人都還在政界 不是當立委 就是當議員嘛 這些人也有喇叭錢 所以他現在丟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就很害怕 那到時候你給我講什麼 對不對 那講了 其實他講的這種情況 給的是現金啦 其實是不會有什麼政績 拿現金的意思就是不要留下政績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拿這種錢 表面上是很安全啦 但是你今天碰到林秉書 他覺得說你們這些人太無情了 所以我到時候 我可能就會講出來 什麼時候你們怎麼拿我的錢 那現在就很多人就害怕了 所以如果依照林秉書的個性 那他覺得他這個時候 你們民進黨的肉頂下石太過分了嘛 只要看那些人 說我們今天要吃點什麼 要不要找拉菲爾一塊來啊 這個會叫做陌生人不太熟嗎 對不對 要不要找拉菲爾 你現在講到拉菲爾 你是想到達文西還是米開蘭基羅 拉菲爾很有錢啦 拉菲爾零 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波其實林秉書丟出來 對民進黨的政壇是一個震撼 這個震撼是因為丟出來 他出來的時候剛好碰到嫌疾 然後七月十五丟出來然後嫌疾 那嫌疾他賴不住寂寞 講了哪些話你怎麼辦 要輕鬆擁有五星級的享受呢 買這個就對了 因為他可以拌麵拌飯 然後你燙青菜加一瓢這個 或者是吃火鍋加上一瓢 都能夠增添你湯頭的風味 好現在哪裡購買呢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ode 來掃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 網站上投購買